随着空气品质近年来备受重视 由科技公司和中研院合作 开发了一款监测PM2.5的小型监测器 俗称空气盒子 台北市高雄市政府都推出了空气盒子计划 台中市目前则以民众自行任养为主 而未在空污重灾区之一的厚礼 目前共有16个任养点 判透过小范围数据的累积 提供民众更及时的空气品质资讯 这是我们内浦国小现在新增设的空气盒子 笔着墙上的白色小盒子 这就是俗称空气盒子的空气品质监测器 开发的科技公司一共赠送240台 给台中地区的国小学校 而内浦国小虽然已经是厚礼区 唯一的官方空气品质测站点 但也同样装设了空气盒子 就希望给师生及家长更加及时的空品讯息 本来学校都有由市政府 我们所提供我们的空气侦测的一个设置 每一个小时侦测纸 我们都会公布让学生了解 现在藉由这个空气盒子的设置 提供随时空气品质 包括温度湿度 尤其是PM2.5 按照环保局策站的话 它一方面是平均值 二方面它是小时值 那它在现况的反应上面就没有空气盒子来的一个机动 那对民众来讲 我们希望说它可以有比较立即性的一个测值 可以提供民众做最迅速的一个反应 地图上的原点包含环保局在台中的16个官方测站 另外就是由民间单位自主设立空气盒子等仪器采集的地点 台中原乡文化协会从今年5月底开始推动空气盒子任养计划 至今已有200多点上线 而同样为空污仲台区的厚礼 目前共有16个空气盒子 那目前因为主要的步点还是在蹲直角市区这边为主 那在背景值的建立的部分是还有缺的 到底有多少是来自于外地的 那有多少是属于我们境内所产生的一些污染 那从这样子的研判再去找到正确的污染源 厚礼区目前除了6间国小校内装设 还有10台空气盒子是个人任养 召集人表示希望厚礼北边与南侧的大甲西北岸 能够再各增加4个点 让数据更加全面 盼透过小范围的即时采样 累积空品参考数据 也给民众更公开快速的空品资料 记者林云轩 台中厂报道